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美联储之后 欧洲多家银行也大幅加息 一周十次墨西哥同一地点再发生大地震 震级6.8 有价值的资讯 先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了动员令 并称将会尽一切的力量保卫领土 令俄乌战争的战事升级 美国认为此举是为其使用核武器开路 今天联合国安理会再开会讨论俄乌局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俄乌战争 并要求其他安理会的成员国向俄罗斯发出明确的讯息 必须停止对乌克兰的核威胁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发言 指责乌克兰政府长期的压制在东部的俄语居民 而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则掩饰有关的罪行 那普京的动员令令该国大量的男性迅速的离开俄罗斯 目击者表示通往西南方 容许俄罗斯人免签证入境的格鲁吉亚的边境检查站的车龙 长达五公里 有人等了七个小时才越过边境 通往芬兰的交通流量也有所增加 但是芬兰政府表示仍然处于可控的范围 那另外呢俄罗斯多个城市 星期三有人抗议该动员令之后 人权组织估计已经超过1300人被捕 有报道指部分的被捕人士强制的征召入伍 而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说该做法并不违法 联合国大会正在召开 中国国务院委员兼外长王毅也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期间呢与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会面 就乌克兰问题交换了意见 王毅表示中方将会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坚持通过和谈解决安全关切 拉夫罗夫表示俄方仍然愿意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 王毅又和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会面表示在俄乌战争当中中方争取和平 那伯雷利也提出对核扩散的担忧 呼吁中方发挥重要的作用 拜登在6月与拜登呢 与6月刚上任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首次的会晤 那这也是拜登今年第一次有机会和重要的太平洋领导人会面 两个人讨论了南海的紧张局势 美国和菲律宾之间长期存在的安全关系 全球经济状况等等 那拜登表示美国承认一中 小马克斯曾经表示他希望和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那这一次的会谈他也认可美非同盟一直是紧密的 拜登在上任初期就非常的重视改善与太平洋国家的关系 因为他认为中国有威胁美国的经济和安全 那拜登昨天呢也与联合国大会首次的提及了台湾的问题 拜登指美国寻求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奉行在过去的40年来有助防止冲突的一中政策 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改变现状 在对华的政策上美中之间存在竞争 但是华府不寻求冲突或者是冷战 那对此呢今天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指 中国对美政策保持连续性及稳定性 拜登多次做出四步一无意的承诺 希望美方将美国领导人的表态落到实处 好看完头条方面来看一下美国国内方面的消息 在美国最高法院于6月裁决推翻了罗伊素韦德案之后 印第安那州就是第一个通过了堕胎的禁令 并且在9月15号正式生效 那该州呢将堕胎定为五级重罪 仅允许女性生命处于危险当中 胎儿被诊断为致命异常或者是强奸乱伦 导致怀孕的情况下堕胎 那违反禁令的供应商呢将被吊销执照 并最高被判罚款1万元并且监禁6个月 但是在8月31号 大量的医疗机构还有组织对州和县政府提诉 所以今天法庭宣布暂停了实行堕胎禁令 联邦调查局于8月搜查了海湖庄园 检察官表示在特朗普的佛罗里达 度假胜地发现的大约100份的文件被标记为机密 有些被贴上了绝密的标签 有些还可能涉及核武器 那特朗普就一直声称 他通过总统命令解密了这些文件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口头上的 或者是他现在所称的仅靠心灵感应的力量 那进行审查的法官Raymond Derry 本周告诉特朗普的律师 他们必须提供有关文件以解密的证据 否则他会认为这些文件是没有解密 本周袭击美鼠波多黎各的风暴 菲欧纳导致全岛有数人死亡 电力中断和供水服务的中断 预计菲欧纳将会在周四晚上袭击美国东岸 增加东岸的海浪威胁 拜登已经批准发布飓风的灾难警告 菲欧纳将会继续向北移动 预计于周六早上在加拿大的新斯科社登陆 届时菲欧纳将大幅的减弱 为附近的地区带来阵风 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播报 今年公展会不再云端举行了 星岛公展会重回实体了 可以亲身体验丰富节目 有儿童才艺比赛和弯曲好声音 Cosplay大赛冠军更可获得总值1000元的奖品 有新厨房各款美食摊位幸运大抽奖 重回实体畅快淋漓 10月8日上午10点到下午6点 好欢迎回来 TikTok经常疯传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挑战 那今年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参与这些挑战而生病 触犯刑事法律甚至是丧命 近期另一个离谱的挑战也风起了 传出使用NICU等非处方感冒药水 来煎鸡胸肉 并命名该料理为sleepy chicken 宣称有助于缓解感冒的症状 那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就警告 这种煎煮的方式会导致药水的浓度增加 且在过程当中散发蒸汽 有机会导致民众摄入过量的药物损害身体 严重的话甚至可能致命 好我们来看一下科技方面 美国安全监管机构周四发布的文件表示 特斯拉自动车的车窗开关系统 在检测到障碍物之后可能无法正常的反应 其窗户会夹住人的手指导致受伤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认为 特斯拉的电动车违反了车窗联邦安全的标准 正式召回全美近110万辆的设施特斯拉汽车 来看一下财经方面 美国联储局加息四分三离之后 英伦银行还有瑞士央行也未遏制通胀 今天也相继的加息 英伦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开会之后 委员以5比4的票通过加息半离 基准利率将升至2.25离 再创14年新高 也是英伦银行连续第七次的加息 瑞士的央行也宣布加息四分三离 当地政策利率由负0.25离上调到0.5离 结束近十年的负利率时代 中世界银行的行长马尔帕斯指 中国在刺激经济上做得不足 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回应 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器 是因今年6月份还曾经积极的评价 中方调控有力的财政货币政策 他又拿美国做比较 指美联储多轮大幅加息 美元迅速升值 导致全球36种货币至少贬值一成 令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被迫吞下了 本币的贬值资金外逃 融资还有偿债成本的攀升 输入型通胀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等苦果 买房子不用付首付真的是难以想象的美梦 不过美国银行今天就宣布 将为首次购房的人推出零首期的贷款 以免过户结算费 提供可负担的贷款方案 旨在帮助符合条件的人士之夜 那新贷款方案会将仅针对指定的市场推出 申请人必须是来自夏洛特 达拉斯 底特律 洛杉矶 还有迈阿密的非裔和墨西哥裔的社区 那新的贷款方案将不需要贷款保险 或者是最低的信用评级 而申请资格将取决于家庭收入 好来看一下国际方面 墨西哥西部在发生6.8级的地震 是一星期之内 墨西哥的第二次强震 第十次地震 那最新的一次地震发生在当地的周四凌晨1点 镇央和周一的7.6级的地震相距不远 那首都墨西哥城响起了地震的警报 震感明显 一名女子逃生期间撞到头部死亡 另有一名男子在地震后心脏病发丧生 那该同一地区在这个星期发生10次4级以上的余震 最强的一次达到5.8级 伊朗一名22岁的女子因为佩戴头巾不当 上周呢被警方扣留期间死亡之后 持续的触发了民众上街抗议 连日来有首都的德黑兰蔓延至50多个城镇 事件仍未见平息 人权组织报告单指单在库尔德族地区就有15个人丧生700多人受伤 当局否认死者是被保安部队杀害 那繁殖可能是被配备武装的异见者击毙 那伊朗当局封锁了互联网限制民众使用社交媒体 总统府还有中央银行等多个官方网站也是一度的关闭 官方指因为有黑客声称会对官方机构发起网络攻击 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特尔本月初的时候曾指 俄罗斯正在从朝鲜采购数以百万计的火箭和炮弹 用在乌克兰战场之上 那朝鲜的官方传媒今天早上发布消息 指朝鲜从来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或者是弹药 也没有计划这样做 那朝鲜同时警告美国称要他闭嘴 那停止散播任何旨在抹黑和损害朝鲜形象的谣言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电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主播明月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